阿鲁特氏的话音刚落 气氛全变了 就连统治帝也被吓唤 从床上跌落 此夕健壮 才未对皇后动性 可这一惊一下 让重病的统治又少了几分魂魄 统治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皇后以后还能指望谁呢 皇后只能冒险再见皇帝一面 求一道保命符 上回皇后偷见皇上 太后大怒 从此皇上身边的眼线就更多了 皇后走投无路 求了一个最不该求的 李连殷 统治帝并威 皇后非要嫁 二哥这时候心里面就想了 难道这皇后是想向皇帝求一道 能保护半生平安的圣旨 可是什么样的圣旨 能保护半生的平安 想到这儿 二哥不禁出了一身了 只要这权力啊 还在太后手里握着 这皇后就不可能平安 她要是想保护士平安呢 就必须得把权力从太后手里抢过来 皇后这是要夺权的 皇后的请求把李连殷逼到了一条钢丝线上 前有狼 后有虎 这一次李连殷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眼看皇后可怜巴巴地求着她 李连殷点头答应了 皇后开心地落泪 换上了宫女的衣服 跑到万岁月跟前 两人久未见面 又要生死离别 这场面赶人得要命 可就在皇上让人拿纸笔的时候 大门突然被撞开了 太后一脸愤怒地冲了进来 直接就让人把皇后给拖出去杖阁 这皇后啊 很是不甘心 这会儿明明都要成功了 太后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会儿她看见了太后身后的李连殷 立刻明白了 原来啊 是这个奴才出卖了她 同志弟死后不久 皇后阿鲁特氏也含恨自尽 1874年 光绪继位 慈禧又一次作为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站在了清朝权力的顶峰 而大太监李连殷 则踩着血腥和人命 成为了慈禧的心腹